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方已经就尽快实现局势降温 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达成了一致 尽管说两国在政治和外交层面 面对着极力缓和这次边境冲突带来的影响 但是我们看到印度国内对于中国的敌意 陡然开始升温 印度民众在大街上打砸中国电视 在OPPO广告牌上涂抹拒绝中国产品 印度的驻碧报在头版也刊登了68位各界人士 反击中国侵略的声音 全印度的贸易商联合会号召抵制500种 从中国进口的商品 情报机构更是要求要政府阻止TikTok等52个 与中国相关的应用程式 而电信部也通知运营商要停止采购华为 和中兴的通讯设备 铁路部门也终止了跟中国工程公司的合同等等 在印的中国企业正在面临着几十年来 最严重的反华情绪 从今年3月开始 印度的新冠疫情的爆发 令到中国制造商和企业 本来就陷入了一个停工停产的局面 而4月印度商工部又宣布 修改FDI外国直接投资政策 要求中国对印度的投资 要走政府审批的路线 而6月又开始爆发频繁的边境摩擦 又逐步点燃了印度国内的反华情绪 掀起了抵制中国产品的这种浪潮 边境冲突 投资政策修改 疫情减产 都在给印度的中国企业带来了三连击 对于在印度市场 一路高歌猛进的中国手机厂商来说 不得不开始调整自己的营销计划 向原定于6月18号 在印度举行的OPPO新机直播发布会 在印度抵制中国商品的呼声中被迫取消 代表约7000万家实体零售商的全印度贸易商联合会 也在6月17号表示 其成员将抵制从中国进口的商品 并且还发布了一份从中国进口的500类产品清单 表示说可以用印度制造的商品来进行替代 当中我们看到是包括到了像服装 电子消费品 橱具 手表 装饰照明 玩具等等 当然 有推特用户也是上传了一段视频 在这段视频上 打上了News18印度水印的视频当中 一些人从一栋高的楼层里面 扔下了一台中国制造的电视机 而人们就踩在电视机上跳舞 再将其拆除 而中国手机品牌 也是成为了印度当地居民发泄情绪的一个出口 人们在OPPO的广告牌上写上了拒绝中国产品 此外 中国应用程式也是再度遭殃 那根据报道 印度的情报机构已经要求政府来阻止 或者说是建议人们停止使用52个与中国相关的移动应用程式 那该安全机构呢 发给政府的应用名单当中 我们看到是包括了有视频会议程序 比如说像Zoom 还有短视频应用TikTok 也就是抖音 包括UC浏览器等等 而印度的一位高级政府官员也表示 这一个建议是得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的支持 而委员会也认为啊 这些应用可能会对印度的网络安全不利 除了看到民间情绪高涨之外 印度官方政府的态度也开始出现了软变 印度电信部17号也是提醒多间电信运营商要远离中国公司 电信部还告知国有通讯公司BSNL还有MTNL 禁止在升级4G网络的过程当中来使用中国制造的设备 印度媒体还透露 中国工程公司也将会失去与印度铁路公司的重大合同 印度铁路专用货运走廊公司决定 终止授予北京全路通信号研究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的项目合同 而理由是工作进展不佳 在印度对中国制造的商品产生了抵制的情绪之下 我们看到中国智能手机和电子品牌 也不得不改变自己一贯的广告和营销宣传的方式 中国手机品牌在印度的代言人往往都是保莱坞 赤手可热的明星 比如说像有出演过三傻大闹保莱坞的阿米尔汉 代言的Vivo 而全印度贸易商联合会秘书长也就曾经公开表态 要求明星代言人应该终止代言中国的手机品牌 因为这样才能符合国家利益 同时他本人还联系了相关的品牌代言人 包括阿米尔汉等人 希望他们终止代言 一位明星经纪公司高管就向媒体透露 一家大型的电子品牌已经撤下了一个星期的广告 并且要进行开始审查 而之后的宣传计划 其他的智能手机品牌也在考虑减少营销和社交媒体交流 因为在当前的环境当中 继续推进品牌推广活动 需要冒着极大的反华风险 而中国品牌也已经决定根据局势来更改营销策略还有方式 比如说像一些品牌已经开始在主流的社交媒体和消费交流时 使用Made in India 印度制造这样的标签 同时还强调其在印度的投资 以及将产业链转移到印度的计划 比如说像Vivo 他们的策略就是宣传他们的产品是100%的印度制造 并且将在后续的所有活动推广中来使用这一概念 有分析师就表示 目前印度的反华情绪可能会促使手机消费者转而投向三星 因为三星是印度市场份额排名前五的手机品牌当中 唯一的一个非中国品牌 但是相关人士也强调 这只是一种市场的观察 消费者到底会不会转向三星 主要还是要取决于两点 一是三星会不会花足够的营销预算 来迎合在印度出现的这种反华情绪 二来是消费者的购机决定 还是取决于产品本身的价值 有消息表示 三星将会在印度投资536亿卢比 来建立智能手机显示屏工厂 而印度投资促进机构也表示 三星电子将会在北方帮投资来建厂 那应该是从该帮获得税收 还有其他的一些优惠政策 而三星在2019年就与北方帮 在这项项目上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印度本土从4月初就开始出现了反华舆论 那通常过一段时间之后 这种声浪往往就会平息下来 但是其品牌目前还在按照计划正常的推广 但是会时刻关注舆论的发酵走向 中国投资者同时也是在这场风波中受到冲击 但是印度的创业者也同样未能幸免于难 尤其是那些拿到了中国投资的创业企业 边境冲突 FDI政策修改 新冠疫情在2020的上半年 时刻牵动了中国投资者的神经 比如说我们看到据Business Standard的 一些援引的专家和业内人士的一些观点 他们就提到 未来中国投资者对于像印度的PTM 还有Big Basket 还有Dream 11 还有Make My Trip Sweegee等等公司的投资 预计都会受到影响 那么边境冲突是无疑加剧了 这方面的投资的一些情况 同时接受了中国资本投资的印度创业企业 在当下也只能夹在尴尬的环境当中 我们看印度有很多的独角兽企业 他们当中绝大部分都是接受过中国资本的投资 在线杂货商Big Basket投资人 就曾经向阿里巴巴寻求投资 他认为印度政府必须将中国公司 对印度本土企业的控制 与单纯的财务投资来区分开来 他认为反华情绪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但是我们要明确的是 来自中国的融资注入的是由印度人 创始人管理的印度公司 当然了 也会有人有不同的看法 有的人会认为 由于缺乏资金 印度创业公司会受到影响 但相对而言 国家安全是更为重要 中国的投资是印度创起 最大的资金池的来源之一 但是未来想要获得中国投资 将会变得更难 特别是对于那些 采取烧钱策略的独角兽来说 此前印度修改FDI政策 对中国投资者 也是造成了一个不小的冲击 4月份印度政府修订了外汇管理法 来遏制中国等等接壤邻国国家的投资 通过对FDI政策的修改 与印度接壤国家的非公民实体 在印度投资时需要在政府路径下 进行提前的审批 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印通促之下 两国企业都要因为政治的关系 来受到相应的一些缓和 所以两方的企业如何在政治局面中求生存 是两国企业都要面临的共同问题了 这一节财经世界先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再会